SBV Mobile Share SBV Mobile Share 是在Windows Phone 時期 就很常見的一個 美化的軟體 那很開心 它也在Enjoy上面推出了 那目前還是Beta版 然後 當初有申請的人 並沒有每個人都收到 所以它是有經過篩選的 但是呢 有網友分享出來的APK 只是 目前有個問題是 你必須 改為英文版 會比較好 因為 中文字它會顯示方塊 好 好 假設你要切換 要怎麼切換呢 因為它是一個屬於 這個 首頁的一種 所以呢 我們就按一下首頁鍵 好 以我這支為例呢 就會出現HTC Sense跟 SPV Mobile Share 的 選擇畫面 但你要注意喔 千萬不要去勾到 Use by default for this action 那麼 它以後都 跳不回來 會跳不回來 請記住不要去勾它 直接點 OK 好 過幾秒鐘 它說第一次 它每次啟動呢 它每次啟動呢 都會要求要啟用 那你就按一下Yes 記得要連線網路 好 等它幾秒鐘 你就可以用了 OK 那載入的時間 就看你手機的性能如何 好 好 這個就是APPV Mobile Share 有多順 有多順呢 我現在滑 它可以轉好幾圈 OK 那它還有一個特色是 它可以這樣做 可以這樣子 你是可以看到對面的喔 有沒有 你直接看到對面 那 其中有幾個首頁呢 是它 是它自己清蒸的 我們先從Hong開始 好 這是Hong 這名稱就是它自己 建立的 Hong 然後 你再過來 Travel 雖然我搞不清楚 有些 跟Travel 沒什麼關係 為什麼會分在Travel 好 Tours Travel 也是又是Travel 然後呢 Communication Multimedia Tours 好Tours這邊就是 它自己建立的 插入的 自己插入的其中一頁 這個呢 這個呢 是世紀 這個 這個世界時鐘 以這個為例呢 我設了板橋 看太扯了 板橋呢是 Current Location Location Current Location 現在地 現在地點 現在地點 現在位置 然後我來設了一個 San Francisco 還有一個Tokyo 我點了地球 還有動畫 那我要改 可不可以呢 可以 你可以點旁邊 你可以自己去 你可以去New York 可以打個New 好 可能你覺得 好 再打 New York 有沒有 再點 馬上去變New York 好點返回 它就返回了 然後它的Tours這邊 它有一個Widget 叫 Fight Flight Flight 就是飛航模式 好 它就切到飛航模式 就取消了 然後Bluetooth 一樣藍牙 然後Birthdays Birthdays Birthdays 就是它有一個 即將到來的事件 OK 點旁邊取消 然後再點這個 喔 這個展開就很多了 這個 停電器 很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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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個是Setting 你可以Change Change 那個Select City 選擇程式 你可以Change 一樣可以自己Key 或者是選擇現在位置 然後Update就更新嘛 然後呢 多久更新一次 然後呢 你只要用攝氏還是華氏 也可以攝 攝氏華氏 然後 這個風速 這個都可以按 回去 還有什麼 上的 這個部分 你可以Settings 可以進入設定 就是SoundSettings 音效設定 那如果 我要快速挑針 震動 就這個 它就震動了 那Favorite 這邊呢 就是 我的最愛聯絡人 那WiFi 一樣WiFi 然後這是電量 然後這個是背光 馬上按馬上調 最愛 最亮 好 再按一下 下一個 前進下一個 Time 它就顯示的是 今天是3月2號 Windsday 星期三 然後Next Day 就是下一個鬧鐘是什麼 然後現在時間 十二點五十五分 快一點了 有沒有 然後呢 這個鬧鐘這邊 顯示了 還有 還有多久呢 還有五個小時 五分鐘 就是六點這個鬧鐘 還有五個小時五分鐘 然後 再下一個 Flickr Flickr 大家這個會自動更新 一樣 點個setting 然後點個update 馬上就更新了 當然要連線網路 這沒有問題 然後 每天都有美圖可以看 心情就很好 你可以opening browser 還可以色塵桌布 增展 增展 點這個 好 點下面小圖可以馬上切換 但是你需要一點給它 需要一點時間 好 馬上點馬上換 點小圖放大圖 OK 這下一個 天氣嘛 很重要 好嗎 點下面 馬上跳 這邊馬上跳 好 Folice 這個 天氣預報 這個也是動畫 這個 這是動畫 然後呢 setting 一樣change update 跟剛剛是一樣的 其實v2setting是都一樣 OK 哦 又回到 哄 有嗎 又回到哄 好那我說 呃 他其實還有一個地方是 是 找一下啊 這裡 沒辦法 他日曆的圖是改了 然後呢 call log 就是他的通話記錄 看這個 訊息 簡訊的部分 好 他有個技術的 一個link 有沒有 所以他會技術哦 好 那一樣 手機最重要 叫做打電話 對不對 打電話 手機最重要 叫做打電話 所以左邊叫做電話捷徑 右邊呢 就是目前智慧手機 最常拿來用的 叫做上網 好 那我說 這個 順序我不喜歡 怎麼辦 按下menu 你就有驚喜 然後點下這個 好 你可以插進去 拔出來 放在這 隨便你放 像剛剛其實沒有KALAND 浴室也是沒有KALAND 好 比如說 home旁邊我想 右側我想看威樂 然後 頂右邊打勾 home旁邊是威樂 威樂旁邊是KALAND 對 沒錯 然後還有一個是 喔 水哦 然後呢 這個 app我想要移怎麼辦 找這個空的 像這個 我想要移到別的頁好了 一樣按住不放 底下叫做暫存區 右邊叫垃圾桶 左邊這個叫確認 暫存區 好 比如說尤其是 我們常常會遇到 兩個要交換位置 那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你可能 位置是 通通頁面都滿了 然後你兩個卻要交換位置 那怎麼辦 你有一個可能就要先移到垃圾桶 丟掉移除 移除捷徑之後 然後你再丟上去 然後再去交換位置 那就麻煩 它現在還是有個暫存區 像是嗎這個平衡日外 就翻光了 好 好 丟過來 丟上來 然後打勾 就要確認 然後點它一下 這樣miss 然後再點它一下 再過去 它這個一樣功能還是在 Folder 或者是小工具 還有捷徑 我才把這個叫出來 我不知道有沒有更快方法 但是 目前方法是這樣 好來打勾 就ok有沒有 兩個就對調 就很容易 好比如說好 假設這個頁面都滿了 我要兩個要調換位置怎麼辦 通常我們是一個先這樣子 移掉嘛 先移掉 然後你這個 換到這裡來 假設這樣子 然後 這個再叫出來 以前是這樣換 但現在不用 我假設這兩個要換 簡單 兩個都暫存區區好了 然後這個是丟上去 會再丟 有沒有 打勾 簡單 對不對 但是呢 現在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 中文字變方框 因為它 還沒加入中文字體吧 我在想 所以我建議 你如果要試 請 切換成 這個 英文介面會比較好 有的程式它 會自動 會 它是多國的 所以它會自動變成 英文 英文的程式名稱 這樣 設定就是 這個設定 OK 好 大概簡單 就